来 13号 语焉 我忘了我要说啥 我就看你在这愣神 刚才还在这举手 那个我要说啥来着 我忘了 这不是正常的水平啊 不是啊 如果要是情商比较低的话 你能接受吗 这个完全可以 有疑而高就可以了 旁观者听啊 我觉得语焉 你不是情商低不低的问题 你怎么现在变得智商 我觉得遇到bug了呢 你还有问题要问吗 语焉 我有来着 但我忘了 你等我想想捋一捋 第2 你好 小伙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能接受离异的吗 这个真的接受不了 好 好 13号 语焉想起来了 我捋明白了 想起来了 哎呀 你拖下来了 不勒了就像瓶贝了 是吗 不行的 太累了 那个 你能接受 就是整形的吗 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在 瑞奥医学美容医院 对 然后我也整形了 因为我的双眼皮整过 因为我来全城热恋舞台 第一次做自我介绍的时候就是 就包括我的爱情宣言 我是瑞奥 Z型美女 因为我是整过双眼皮的 能接受这个吗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就是要别太打洞 就完全是可以 那倒没有 语焉对这小伙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呀 挺好的 我会留灯的 谢谢 谢谢 好 来 接下来掌声有请13号 语焉 有请 语焉 好像 之前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是吗 是的 那你对于爱情的这种憧憬 是什么样的 就是跟他短片说的 就是比较吻合 我不喜欢出去 因为我基本就属于像是宅女一样 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回到家 然后上班和回家 我不愿意出去逛 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对 哦 好 那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吧 我想问你会不会做饭 不会 好嘞 没事我学 还有 还有宴姐 我这个英文党呢 我需要有一个礼品送给她 我的穿家宝 我需要送给女嘉宾 哟 还带东西了 我得下台求一下 好好好 我这个丑牙把握的事呢 我拿这个条杆吧 朴实乌活 但是啥呢 我每天除了跟我父母在一起时间以外 我其他的时间全靠她了 我这么多年打拼 我也全靠她了 虽然是说 这个条杆你看着挺旧的 但是下面这个位置 是我自己弄上的 这个条杆折了 然后我自己用筷子给它编上的 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筷子 把它包上了 然后拿那个透明胶卷上的 这个条杆怎么说呢 从我17岁 17岁开始经商 现在我说27岁 10年了 她跟了我10年 所以就如同这个穿家宝 所以我现在就是 要送给女嘉宾 你接手了以后 你就是老板娘 你愿不愿意 这种成功了 还是一个破条杆 但是我跟你讲 我觉得在这个条杆当中 我能看到小伙送的这个礼物 对吧 真的是朴实无华 但是也就是跟小伙 想要的感情是一样的 虽然已经旧了 但是陪伴了10年 坏了也要自己去把它修好 所以我希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也是这样的 就出现任何的问题 修修补补 然后呢 这样才是幸福的一个根本 平平淡淡才是真吗 好了 然后我平时 也抱一个牵女儿的手 但今天在台上以后 我就说 我也想特别做一个特别主动的 就是我想把她的手 把她的手里 然后带她下台 好吧 你看 刚才谁说她不秀恩爱了 祝你们幸福 加油 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获得 由老宋祥珠宝提供的 价值3999元 一件清新系列18K金 必起产品一件 哪个喜欢 哪个新皮肤 去领红包 分享去头条 天厅领红包 看去头条 去领红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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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